hello guys, I'm Shakti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旧世代与赤世代游戏的战争 的很想射击游戏 Rise and Shine 故事陈述在一个游戏世界里面 旧世代游戏遭到赤世代游戏的抨击与扼杀 旧世代游戏的萨尔达与赤世代游戏的角色相杀 旧世代游戏的国王玛丽欧也努力反击着赤世代的进攻 但力量不及赤世代的高科技产物 冷兵击打高科技电枪枪是完全打不赢的 于是主角Rise继承了萨尔达的传说神枪 用他的神枪开启了与赤世代游戏的世代之战 首先先打个预防针 滑鼠和键盘的设定并没有调整得这么好 滑鼠控制会有点微飘 控制按键也不是很少 用滑鼠键盘玩的人会觉得不太顺畅 只是一个小缺点 会建议大家用手把玩会顺畅得很多 玩马上非常有趣 他的枪只有一支却有八种的变化 像是子弹就有分一般与电能 一般子弹打到人跟怪物都可以击杀 但是打到机器人他要多打几下 而且机器人会爆炸 还会散出三颗以上的随机弹 会非常麻烦 尤其在怪物很多的情况下 而电能弹打到人只会麻痹中断行动 但不会死亡 打机器人是一下爆 而不会出现散发的三颗随机弹 有点像是造成短路爆炸的概念 后期地图会分配两种属性的怪物在同一个关卡 让玩家更手忙脚乱 提高了游戏的难度与乐趣 除了两种子弹以外 设计很好的 还有两种不同模式的子弹形式 可以控制的控制弹 可以抛物线的榴弹 还有集满变成黏着的黏着弹 可以解谜 可以精尊打怪 甚至可以杀精英等等 游戏美术采用美式手绘漫画风格 全部美术都是手绘制成 不管是背景 怪物特效都是满满的用心 游戏过场动画像是真的在看美满一样 图色与分镜的掌握是恰到好处 其实看不懂英文 看图说故事也可以几乎理解目前故事与剂情的走向 游戏的BOSS设计我非常非常喜欢 BOSS战需要的技巧包含了射击、电流积极棒、解谜和流畅的操作 射击顾名思义它是横向射击游戏 不过它是单点式的射击 需要瞄准以后才能单点射击 如果各位男生手指听不起考验 可能会玩得非常非常酸 电流积极棒在于角色的难度是普通 扛不住第二下 所以你必须要很会撒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子弹 有点像是玩A电的那种电流积极棒的感觉 解谜的部分不会太难 你只要善用各种子弹的习性 就可以轻松解谜、运用子弹的变化、远端操控、黏着弹、抛物线 几乎每一只王都会涵盖这三个元素 最后来讲是流畅操作的部分 不管是大小王都会有两个要素以上 如果不能顺畅的转换子弹变形 游戏的难度就会大大的再提高下一个阶段 所以流畅的操作是必要的 最后呢游戏的背景设定很好 现实也是如此 游戏有旧世代派的也有次世代派的 当然要拼武器冷冰技当然是打不赢二冰气啰 但在技巧的表现上面 旧世代游戏真的需要比较多的技巧 次世代游戏多于提升视觉与体感上的强化 结局的部分我就不爆雷了 结局我觉得写得非常有趣 就个人而言 旧世代游戏与次世代游戏只要是好游戏我都会玩 游戏中有致敬很多很多旧世代的游戏 前面有说到像是仿的萨达或是仿的玛丽欧 还有一开始出现的橡树小蜜蜂 中间都有很多致敬的元素在故事当中 如果你是个资深的gamer 你会看到许多小气血藏在其中 也是游戏蛮有趣的地方 最后强烈的建议用手把游玩 因为难度蛮高的 很多地方用香菇头操作 会比用滑鼠来的顺畅很多 目前游戏四折台币159块 特价至5月11号剩下天半 这游戏对于喜欢横向射击游戏的朋友 我真的蛮推的 背景设计与游戏性 我都觉得处理得蛮好的 欢迎大家一起挑战自己的手指灵活度